它的每一邊都是150的畫 那我接下來就畫一個圓 不過畫一個圓呢 當成是有點像圓規 我要先砍掉剛好150的斜邊 到這邊剛好150的話 那我要怎麼做到這個點 到這邊剛好150 那我可以用什麼 用圓的畫法 那如果在2D很簡單 2D不需要去調整UCS 直接畫 可是如果說你是在那個3D環境裡面的話 你就必須用UCS裡面 請你找到那個3點的地方 UCS這個工具有一個3點 那也就是說我們把UCS重新制定一下 第一點的話呢 請你選1 2 3 你就點一個3點 那3點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的UCS面 就會是在這裡 也就是說我現在呢 從這個地方畫一個圓 然後呢 畫一個圓半徑為150的話 那就會 跟這條線有一個焦點 OK 我們畫一個圓 然後直接從這個端點 端點 找到端點 或者焦點 OK 然後呢畫一個150 ENTER 那這個圓 那這個圓啊 就會跟這條線有一個相交的地方 那我們相交的地方的話呢 實際上因為從這個中心點 實際上這個圓有沒有 到這一個地 這邊的話呢 一定就是150 因為呢這個是它的半徑 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把這一條線上面多出來 怎麼樣 把它砍掉 那怎麼樣砍掉 先去選 點一下這個圓 點一下之後的話 再按一下修剪 好 先選圓再選修剪 然後呢 再點一下這一條線 點一下 你會發現 這一條線就不見了 不見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把這個圓 也把它刪除掉 那剛剛的這個輔助圓 就可以把它刪 刪除掉 因為這個圓主要是 要用來找到 這一個中心點的位置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形狀呢 畫出一個圓錐 那圓錐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找到在這邊 上面有一個圓錐 點一下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 請你利用這個地方 指定中心點 那這邊中心點就選 選他 不過 中心點 點一下 然後呢 往 UCS UCS 改回來 OK 那這邊的話呢 圓 圓 這個用 角錐 角錐 然後中心點 往這個地方拉 那邊的話呢 等一下 先點一下 三邊 所以這裡的話 S Enter 給多少 3 Enter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選中心點 往外 那往外的話呢 再拉到 這個地方 物件鎖點 請你把終點要叫出來 拉到邊的 邊邊的這個終點 會出現終點 等一下 如果沒有出現終點 你看Ctrl加右鍵 強制出現終點 OK 讓他出現終點 好 然後再來的話 往上拉 拉到這個 上面的這個線的點點 這樣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的一個基本的形狀 這個就是前面我們所講 不過 這個圖形啊 它是希望我們在這四個端點上面呢 各畫一個圓 然後剛好可以相切 我想各位先把這個圖形先畫出來 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圓的部分 怎麼那個圓球的部分怎麼處理 我們來看